和美丁農会宿建会 为了让年轻人可以在 选择期间组组政党的活动 在开设很多课程 让孩子在后可以去餐历 了解农民的辛苦以外 也让他们做餐店 这个为期五天的行为课程 就是其中介义 在专业老师的担任之下 和完娥要做面 披萨跟两个顶顶顶顶心 也能早上到处来到处来人分享 和美丁農会宿建会 为了让青少年在后来期间 组组政党活动 开设了很多堆三堆到餐桌 的行农告有相关课程 虽然后来要结束 课程也来到最后改端 这个行为班就是孩子最后要完成的行为 你感谢要找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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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行为班钢苏 曹永超标西 让孩子以后感到的行为 帮助他们更了解 行农告有 也借到亲手做的生意 提升亲助之间 联会活动 那我们今天是世间会和美临会 世间会举办的 一个袁锡营 那学生从国小 然后到国中高中 还有成人 那我们是一个 连你差很多的层次 只和一个班级来上课 那在这个学生呢 来上课之后 从不懂 然后到 在今天他们都知道 面团的搅拌 然后蛋糕的搅拌 还有小西饼的制作 都非常的熟练 所以我们今天在这里上课 学员真的是很认真很用心在学习 所以和美临会 集办这个 是非常成功的一个 让学习 一个学习 和美临会总干事 谢彦如表示 農業是台湾民生 最重要的基础 在大环境的影响之下 農業最关销有 也必须的向下扎金 其中最重要的政策 就是让后一代 清策了解到 没有允许经营的健康農業 其他要说得多 也没有用 我们和美临会 世间会利用暑假 来举办一个哈尼烘焙班 那希望透过这个学习活动 可以让我们小朋友 认识自己的家乡 了解农业 透过手作的这个学习 那在地的文化 以及希望小朋友 可以走出他们虚拟的网络世界 来认识自己的家乡 那我们的世间会 邀请到我们曹总曹老师 他是一个非常专业的烘焙老师 那透过他的课程的安排 有学习到譬如说小蛋糕 然后手作的披萨 以及曲奇饼干 这个都是受小朋友 非常欢迎的小点心 那他们小朋友做完之后 然后带回去跟家长分享 那家长也非常支持我们这样的活动 台湾农业发展已经有了一个需要 特别的改端 在了政府跟民间上官团的 这个导致意外 家长也应该要改变关联 让孩子得到这些农业上官上市 改端让后一台俄压定设 并且找到特别的专举 新中华新闻里面 红何必才红伯德 二句 一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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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